然而就在这时 女人却发现一旁的照相馆里站着个人 看穿着似乎是一个成功人士 可不凑巧的是 自己的手机却响了起来 没办法 女人只能暂时离开了这里 然而她不知道的是 她和照相馆里男人的缘分 这才刚刚开始 到了第二天晚上 女人像往常一样从这条路回家 结果路过照相馆的时候却发现 昨天那个男人依旧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难不成是自己狂热的追求者 更奇怪的是 与此同时 电话竟然和昨天一样响了起来 没办法 女人只能再次带着疑惑离开了这里 第二天一早 女人再次路过了那里 因为前两天的缘故 女人这次特意留意了一眼那个男人 结果万万没想到 白天男人竟然还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难不成自己真的遇到变态了 想到这 女人加快了离开的步伐 可毕竟这里是女人回家的必经之路 到了晚上 女人还是不得不经过这里 然而这次女人却明显害怕了 因为在她旁边的电话亭里 那个男人 依旧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仔细一看袜子上竟然还有哈喽Kitty 这不是变态是什么 吓得女人转身就要走 结果还没走多远 她就听见了机器发出的声音 等她转过头一看 照相馆里竟然打印出了一张照片 这可让女人好奇得不得了 一瞬间就忘了所有的恐惧 在好奇心的驱使下 女人鼓足勇气拿出了照片 可下一秒 照片的内容却将女人给吓了一条 虽然小编啥也没看到 有知道的兄弟们记得评论区告诉我 反正女人看过照片之后 就害怕得不得了 也就在这时 身后的帘子却缓缓打开了 而女人似乎也察觉到了什么 没过多久 有一个男人也下班路过这里 可奇怪的是 他的东西竟然和女人一样 也掉在了同一个位置 而等他站起来的时候才发现 照相馆里也站着一个人 只不过这次不是男人 是 有一个女人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